上一期看完了误缺响指 那这一期我们来看一下江之岛盾子 没错 本次呢小球出了两个精光 一个是误缺响指 一个是调酒师的盾子 盾子的造型呢 依然是一个双马尾造型 和高卷性是有点类似的 不过盾子的马尾是分开的 所以会显得更加好看 接着大家再看一下头发上面的两个黑白熊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可爱呢 然后还有一些细节变化 那就是除了酒瓶变成了汽水瓶之外 每一个瓶子上面的图案都是有一个黑白熊的 重点是手里的那个桶 直接变成了黑白熊造型的一个酒桶 这个可以说比皮肤本身更加有价值的一个亮点 那么问题来了 响指和盾子哪一个会更好看呢 如果要我选的话 我个人感觉盾子会更加的性感一些 为什么呢 你懂的 好了 本期盾子就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精光满满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